念佛 你的嘴巴虽然我都不会 我跟你念一遍 这个叶已经在我的心里面了 所以我只要讲话 所以声音里面就有这个咒的力量 所以各位一定要一起参加 自己念也可以参加也好 你今天参加这100个人一起念阿弥陀佛 念一句等于念100倍 要知道吗 一起念的 所以你大家一起念《药师经》 有20个人 哇 你等于今天 等于20场药师法会的功德在你身上了 那这个功德不是为了自己 只要你讲话 只要你有心 那这个力量就出来了 所以来 各位念一遍 不动佛心众 因为念这个咒的时候 地狱到 恶鬼到 畜生到 特别堕胎胎儿这些自杀的 就可以超度 爱生气的人们慢慢的会改变 所以念一下 那么 这样一样 那各位你 你就 慢慢的能够 今天这三天法会完了 这一本带回去 好不好 你就每天念一遍两遍三遍 就看着念就好 或是你用手机把它录下来 用听的也可以 但是这样这个世界就在改变 特别多胎胎儿超度 特别贪生吃的人 消除他们的业障 所以我们要念三遍 敲零的时候 代表他的声音进入更深的地域 我们也会敲木鱼 敲木鱼的代表 海里面的海鲜水产龙虾得到超度 如果有骨敲骨的时候 代表那些牛养四肢脚的 因为骨是那个牛皮做的 那些四肢脚的动物得到超度 所以来 念一下 那么 看看你 看看你 落差你 落差你 坐下你 坐下你 打下你 辣地伙他 咖昂 沙瓦 马曼 以後如果你念久了 你知道你有個朋友死亡了 你在念最后南左受哈之前加進去 沉默默受哈的意思 就是倒數的受哈念入他的名字 所以我们再念一遍 然后南左的时候停下来 各自念自己的要回向了 多代太和 往生者 身上冤亲在主 你都可以想 好 来 各位就慢慢 因为学佛就是要学很多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帮助众生的方法 你的儿子花了很多钱出国 要读一个博士 很难的 还不如读这个快一点 这个比博士还伟大 博士这个名字是为了赚钱 但是如果你懂了佛法 就不用到处跑了 因为到处都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你就找到生命的快乐 为什么生命会有快乐 因为你帮助别人快乐 你自然快乐 所以有钱的快乐 是一种自私的快乐 骄傲的快乐 我比你有钱 我长得比你高 我长得比你白 我房子比你大 这种快乐很痛苦的 叫骄傲 怕别人没看到 所以这个是个烦恼 所以凸显自己 自我动心 都是痛苦的根源 所以佛教也要我们 有无我的 没有自己的智慧 根本没有我的存在 因为我的存在是一个 你讲 变化无常的 暂时的 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个本来就是个假的 所以佛教里面讲 无常 苦 空 请问身体苦不苦 身体是无常的 苦的 空无自信的 这个身体本来就是 归水归土 乃是你要水账 还是要火账 这个身体 你到了大部分 最多一百岁 你就必须要死了 这个身体是一个 暂时的 这个身体就像 就像这个电灯一样 你不给它阴电 阳电 不给它充电 它就洗掉了 这个身体如果阴缘到了 老化了 或是没有空气 或是生病了 或是缺水 或是被火烧了 或是没有温度了 它就死亡了 所以各位你要去想 这个身体是暂时的 这个身体不是我 如果你认为 这个身体是我 就像你麻烦了 懂得吗 因为它会让你很痛苦 它会让你痛不一生 这个身体是我们 修行的一个工具 就像法器一样 所以你要善用它 就像各位 现在你脚还可以 走路下楼梯 你已经要感谢这双脚了 我可以去拜佛了 这个脚唯一的意义是可以拜佛 可以走到别人面前去帮他 帮他 这是脚的意义 千万不要穿个短裤 我腿很美 下辈子的话你做那个贺 腿够长 够美了 因为你执着你的身体 你执着这个东西 以后你生生世世就腿跟人家长得不一样 如果男生就要去做袋鼠了 你腿够长了 你不能执着 我执着我唱歌很好听 很好听 很好听 下辈子换你做鹦鹉吧 换你做麻雀 天天在那边叫叫叫叫 因为一个执着 他就会变成那个样 所以我们一个人认为自己条件比别人好 就会骄傲 会这样 这个骄傲可能有一点西方人的个性 有一点这样 比较自以为是 但是我们东方人比较谦虚 比较谦虚 所以各位要经常拜佛 拜佛就是说 我要消除自己的骄傲 我要消除自己对身体 对财产 对自己观念的骄傲 这个叫拜佛 我要提请佛加持我 而且把这个头放在地上 代表什么意思 念一下 我要尊敬所有众生 记住 佛教的佛 是要让你以供养佛的方法 对待佛的方法 去对待任何生命 你不可能把这尊佛像拿去煎一煎吃掉了 你怎么煎一只鱼在那边吃呢 因为任何一个生命 都是我们心中的佛 所以跪在地上 用这个头顶拜佛 那代表我尊敬所有世界 我尊敬所有众生 我把所有生命都放在我头顶上 我把整个世界都当作我头顶上的世界 要帮助这个世界干干净净 不要乱丢纸线 不要破坏河流 这个观念各位要改 特别各位现在结婚了 我发现结婚很喜欢 你是我管的 你是我老公 听话 叫他动就动 叫他吸就吸 可怜的男人 我是可怜的女人 因为互相管来管去 互相认为你是我的 那你又开始痛苦 所以我们出家人没有老公 没有老婆 所以没有痛苦 没有钱 没有痛苦 所以你不需要钱 别人就会请你吃饭 这样而已 因为你只要慈悲就好了 但是各位要记住 原来这个我 我的 我管的 是你痛苦的根源 所以 那佛陀叫我们念佛 持咒 为什么 忘了我 只想众生 你就慢慢改变你自己 所以各位要多念观音菩萨 当你起欲望 生气 不舒服 烦恼 你一直念 那么观音菩萨 那么观音菩萨 就让观音菩萨加持你 让你的心变成智慧 变成慈悲 不会让自己一直在烦恼 烦恼 三十二页 那我们要为他们念七尊佛号 各位能够把它背下来最好 因为这七尊佛号 能够帮助地狱道 鬼道 任何一只小动物 不会再做动物鬼道地狱道 你念七尊佛 可以让他们得到这七尊佛的愿力 比如说 念一下 那么多宝如来 永远有钱 这个很重要 人家现在要发财的 念多宝如来 就是让对方脱离贫穷 永远有钱 富贵自在 所以你看到路边的可怜的难民 你给他一张钞票 那么多宝如来 钞票是用的完了 但是你念多宝如来 因为他生生世世脱离贫穷 将来也成佛 除了有世间的福报 永远有钱 将来还可以成佛 你念南无宝圣如来 除了有世间的福报 将来还升天 你念妙色生如来 除了脱离永远的丑陋 让他外表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而且将来也成佛 叫南无妙色生如来 你念阿弥陀如来 让他修业障 将来去极乐世界可以成佛 南无阿弥陀如来 所以各位要 养成这个习惯 走到哪里都要念佛 每一尊佛都有佛的加持力 你能够备业多越好 所以我每次去商店 不管他们带我去哪里商店吃饭 进门口我马上念 多宝如来 这什么意思 祝你发财 我不是来消费的 我们是要来祝福对方 对方端菜给我们吃 南无妙色如来 祝你健康 所以我们佛教就很喜欢看到别人 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祝你成佛 祝你将来去极乐世界 祝你内心里面现在像莲花一样的 干净 慈悲 柔软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用这个心态 所以老儿上就叫我们念一下 老实念佛 不离念佛 喝个水要念阿弥陀佛 穿个衣服也念阿弥陀佛 代表意思是什么 我穿衣服的时候 希望大家都有漂亮健康保暖的衣服穿 你要生起这个念头 而且穿着这个衣服 将来他们可以去极乐世界 穿衣服念阿弥陀佛 喝水的时候念阿弥陀佛 你吃药也要念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都不生病 希望大家都脱离生命的痛苦 将来去极乐世界成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要保持一个帮助别人的念头 这个叫修行 但是别人欺负你的时候 伤心的时候 可不可以怪别人 都是我的错 我唱歌那么难听 害你听得很痛苦 我煮菜那么难吃 害你快翻年 意思是说 你不要怪别人 对不对 往往不懂的修行人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对方说 谁叫你唱歌那么难听 对不对 我才不想听 所以你不能怪对方说 你为什么不听我讲话 你讲话那么难听 我干嘛听你讲话 所以我想来巴黎玩的人 都在追求一种艺术 一种美 一种光光 人每个人都在追求 外在的美好 但是我们所以如此 所以你一定要 时时刻刻 痛苦的时候 忏悔自己 快乐的时候 布施给别人 这样来念佛 来三十二页 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身如来 那么广婆身如来 那么礼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身如来 那么广婆身如来 那么离不畏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 那么广博圣如来 那么离不畏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各位经常念把它背下来 七尊佛的名字 然后你慢慢了解里面的意思 你每次念你会觉得很高兴 祝他发财 祝他升天 祝他漂亮 他们最后都成佛 那么离不畏如来 他永远都不会怕 那么广博圣如来 身材高大 那么甘露王如来 永远可以喝到甘露听闻佛法 那么阿弥陀如来 宝圣如来 得身净土 将来成佛 这也是一个最好的祝福 所以佛教徒要祝福 特别各位住在巴黎 也是个福报 为什么 你在这边念佛 等于对世界在念佛 特别有华人 东方人 西方人 全世界的人都要来看巴黎 那你要借这个机会 跟他们结缘 所以各位 你车子经过巴黎铁塔 停十分钟 把所有功德融入巴黎铁塔 会为巴黎铁塔念几尊佛 让经过巴黎铁塔 看巴黎铁塔 跟巴黎铁塔照相的人 都得到你的功德 这样福报大不大 你要把握机会 人生难得 巴黎难得 你身在一个国际都市 那你不要忘了 那你要把握这个 但是如果你很自私 我来巴黎就是来赚钱了 干嘛 你就过得很痛苦 因为你为别人想 别人会为你想 同样一个人做工作 他为什么赚的钱多 为什么你赚的钱少 没有福报 所以各位要布施 布施可以用眼睛布施 刚刚讲的用嘴巴布施 像我这辈子一直讲 讲到沙哑 我下辈子一定是什么 男生业家 对不对 因为我的嘴巴一直在布施 但是这个不重要 重点是我的心态 我这辈子修的是一个 不生气没有欲望的悲心 我希望带着这个心态 一直训练这个心态 让这个心态越来接近于佛的心 这个比较重要 但是各位 像我们修这种心态的人 不小心就会去做皇帝 为什么 因为心态在想的整个世界 整个法国 你这种心态 如果你没有好好修 一直成佛 你就会去做法国皇帝 因为你想的是整个这个世界 当然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伟大的心 但是想的是 为了世界众生好 要有这个广大的心 无量的心 为他们 好 最后要为他们回向祭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 希望我们大家 将来一起去极乐世界 好不好 要去极乐世界 其实去极乐世界不是逃避 去极乐世界 你在来的时候 你就自由自在度众生 你就不会被污染 如果你没有去极乐世界再来 你在这个世间福报很大 让你去做皇帝 让你去做有钱人 让你去做美女 你又开始造恶业了 如果你去极乐世界再来 那你像观音菩萨一样 倒架持航 你是在内心里面 清净不会被污染 充满了爱 你就知道说 我来这个世间 不是要来贪爱这个世间 我来这个世间 是要来帮助众生的 就像德烈莎修女 有点像着 对不对 他们来这个世间 不是要来享受的 他们来这个世间 是要来帮助众生的 所以我们要劝各位 去极乐世界 但是你这一辈子要甘心 甘心什么 来 欢喜 还业障 人家来给你讨债 儿子给你讨债 先生给你讨债 谢谢 还完债 你高兴还 十块变两块 你不高兴还 十块变两百 你还要还好几百辈子 你为什么不一辈子还完呢 所以要高高兴兴还债 甘愿受 我跟你忏悔 我对你更好 这样就好 你债还完了 你一下回去极乐世界 再来的时候 轻松的 没有欠债 你不要一投胎来法国 马上钱被抢了 这样 因为你债还没有 小偷不见得会偷你的 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业 要知道吗 你每天房也没用 像我有一个朋友 天天拿着那个救火神 他说会火灾 我说又轮不到你 对不对 轮了到你 你才放就好了 那有些人说 不会不会 那偏偏轮到你 所以因为每个人身上的业 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恶业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但是恶业来了 代表你要接受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想 怎么办怎么办 我得癌症怎么办 你越怎么办 癌症越严重 我得癌症 我忏悔 这是我造的恶业 然后我来改变我的心态 我某一个心态有问题 才会造成这个病的因 然后我好好的修 慈悲心 不要有不好的心态 来念佛 因为你要发现身体 你会发现身体好了 这个癌症反而让你开悟了 为什么 钱没有用 健康 拜佛就不最重要 因为你会开悟了 痛苦你会去思维 为什么会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 祈愿所有众生 往生排位 不管你走到哪里 多念阿弥陀佛 我特别各位去超市 各位做妈妈 一定要去超市 这么多肉肉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希望他们超度 那些蛋糕 那些这么多人走来走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希望你念佛 他们将来 也可以听闻佛法 将来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祝念 不要等到人家快死了 才要念 现在看到路上这么多人 你要帮他祝念 你已经把阿弥陀佛的力量 带在给他 将来他就有因缘 好 最重要的修行 现在来念佛 好不好 自己要去极乐世界 而且所有众生 希望法国人 德国人 将来都有因缘 都能够去极乐世界 所以你现在念佛的时候 要观想一尊 很大很大很大 大的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 全身放光 然后呢 以阿弥陀佛的 慈悲喜舍 似无量心 在加持的众生 第一道 二轨道 你要这样想 然后一直念阿弥陀佛 然后呢 包括自己 都得到佛光的加持 所以跟我念 来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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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慈大悲 普照众生 皆引众生 往生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你要看到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 我们念佛号 所有牌尾 所有众生 被杀的 乃至黑死病的 战争的 浑木区的 通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甚至你念的时候 一直看到阿弥陀佛的身体 一直放出莲花 四种颜色的莲花 这莲花一直载着 更多你想到的众生 都去极乐世界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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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以后养成一个习惯 你想到你儿子最近事业不好 你不要烦恼赶快念佛 因为你念佛加持他 他心里得到佛的加持 他一定会改变时间的问题 当然你帮他做点功德点灯放生 让他更有福报 但是你千万不能烦恼担心 这样知道吗 你烦恼担心伤害你自己 而且你越烦恼他他越生病 这样记住 因为母子年心 你用佛的心加持他 你用烦恼心会让他更痛苦 加持不了对方 所以在这一点永远记住 有一句话不好听 我还是要讲 很多老公都是给老婆气死的 这样懂吗 因为就是你太烦恼 我给你气死 因为你要赶快为他念佛 求佛加持 不要去 因为这个心态 特别你们大家有修行 身上有功德 有护法证 你要用一个不好的心态对他 他马上不好 就像你旁边有很多保镖一样 你养了五十只流 这个狼狗 那个人对我不好 十只都冲过去了 知道吗 因为你有力量 你在修行了 所以我们修行人 为什么皇帝生气 多少人要被看头 因为你修行到一个阶段 你力量特别大 你不能有不好的心态 烦恼的心态 跑出来 你不希望你妈妈生病 怎么办怎么办 他越更痛苦 为什么 冤亲在主知道你怕 冤亲在主 会去直接找你最怕的那个点 他伤害不了你 他伤害你的爱人 所以修行这一点要注意 我们修行你越认真越发心 然后磨就越多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平静 念佛 事情来了 平静 念佛 慈悲 你越紧张 不能接受他 越跟他打仗 怎么办 要不要开刀 要不要化疗 他更严重 所以老和尚会叫我们 平静下来 念佛 念佛 心平静了 他不容易再发作 你就会平静地找到一个 根力结善缘的医生 告诉你 不用开刀了 吃吃药 对不对 他会碰到个好因缘 你就越激烈 越激烈 他就越发作 所以阿弥陀佛代表 清静 平等 慈悲 所以他代表一种 一种这样子的状态 不要一直烦恼 不要一直烦恼 所以虽然你很爱你儿子 但是你越烦恼 对方越苦 是因为你一直伤害他 你一直互相伤害 像夫妻之间爱来爱去 爱到离婚 爱到打架 因为他一直要求对方 一直对立 这样就没有好处 所以我们要平静下来 念阿弥陀佛 平静下来 念心经 可以 用这种好的力量 佛的力量 去改变 不是别人对我不好 是我的问题 所以再念一句 来 一切为心造 就是说 你的心可以制造世界 可以制造命运 可以制造你自己 所以佛教要我们保持这个心态 不要说我没钱赚 没钱赚 你越烦恼越没钱赚 我念佛给众生 希望大家都发财 事情就改变了 心变 世界就改变了 佛教叫转变念头 你用烦恼心 在生活 生活越烦恼 你用慈悲心 智慧心在生活 生活就快乐 这很简单的道理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持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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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have a fever for over 48 hours or allergic reactions or within 28 days afterward you suffer from sustained headaches difficulty breathing lower limb swelling and pain or blood spots on your skin seek medical attention and report your vaccination after vaccination wash hands frequently wear a mask avoid crowds and follow guidelines let's work together to protect each other's health